- 首先,我要向關心支持我的朋友、家人、歌迷們說聲抱歉讓大家擔心了 請大家放心,我會認真且誠實地面對法院的審理,還原真相 為了避免大家被各種猜測和謠言誤導,我在此簡單地將這個案件的起因和經過向大家說明 由於當初陳建元老師的發覺和我們在音樂上的共識 我加入建元老師的公司無限延伸,一起以菲尔樂團FIR出道 我對老師抱有最大程度的感恩和尊重 對他有關樂團事務的安排有絕對的信任 但2009年,建元老師在團員們不知情的狀況下 私自將FIR菲尔樂團註冊為他公司所有的商標 讓這份信任開始產生了裂痕 也在那一年,我約滿後就離開無限延伸 在那之後,我都以個人名義簽訂所有相關的合約 之後的2013年,我們與唱片公司的合作即將到期 建元老師說要為樂團繳間新的唱片公司 我當時提出了兩個期望 第一,新唱片公司簽約要由我親自簽訂 沒有其他人可以代替 第二,從第八章專輯開始 母代權由三個人,樂團三個人共享 對於我的期待,建元老師當即表示同意 直到2014年我才發現,建元老師早已於2013年 在沒有我親筆簽名,也沒有獲得我授權的情況下 靜置代表我與華顏公司簽約了 雖然實際上我本人從未簽約 但為了樂團可以順利運作 後來的演出,都是以單場邀約我作為主唱的方式進行 基於對樂團多年的感情 我一直期待建元老師能夠正式合約精神 以正當合法的方式達成各方共識下進行合約簽訂 然而多次溝通,卻沒有結果 在等待回應的過程中 突然被兩位團員告知FIR有新計劃 但不包括我 儘管如此,我依然對新生的FIR表示祝福 2019年7月間,我輾轉得知建林老師有一張簽由我名字的保證書 內容為《將本人之演繹事業》 皆為由無限延伸音樂事業有限公司 與華顏國際音樂股份有限公司 共同經濟管理 其與實際狀況完全不符 令我非常震驚 在此之前,我對這份文件的內容完全不知悉 也從未簽過 過去,無論是建林老師或阿慶在公開場合的談話 建林老師後來委任對我提告的律師所寫的法律意見書 無限延伸公司,其他的工作人員傳給我的文字訊息 都一再重塑我與華顏公司間沒有契約的關係 很明顯,我的簽名是被偽造了 一直以來,為了維護我們共同的名字FIR 維護我們一起取得來之不易的成績 對於過去的種種,我都可以輕輕接過 但偽造簽名是嚴重的侵權行為 這一次我不得不站出來 用法律保護我自己 提告偽造文書是為維護事實和心中的正義 是對張文廷三個字的捍衛 發生事情的這幾年 我沒有出來對外說明 是認為其中的委屈和情緒我可以自己消化 我希望藉由法律途徑來解決問題 但很遺憾 還是讓大家看到這麼多不美好的一面 也希望這些是非能夠盡快平息 謝謝大家 老師有什麼話想要說 因為他說那個偽造 偽造簽名是嚴重侵權行為 首先第一個要謝謝法院還我們公報 因為偽造文書案呢 經過三四年的纏售 其實法院已經判斷我們是無罪定驗了 也不起訴定驗了 然後他自信也被駁回了 所以也請大家媒體幫忙 不要再用偽造文書這個 偽造文書這個案件 也經由這個法院已經判斷 他是不起訴此分 那今天來的目的主要因為我是證人 也因為他誣告我們 我方是我跟華妍是偽造文書 我們也覺得莫名其妙 所以呢他被檢察官提起公訴罪 然後呢我們今天證人是被來還原事實 那至於他為什麼要誣告我們 那當然要請法院自己去做一個行李 那我也希望他好好面對死法 那因為是公訴罪 我個人但去過去的情迷 我也不能說什麼 我也希望他能好好的 大家一起面對未來 但是因為公訴罪有人說 怎麼樣怎麼樣 我也沒有辦法做任何的 因為現在主要的告訴主題是檢察文 並不是我個人的 老師那今天你們兩個有對到話嗎 好像感覺他好像情緒不正義對不對 他一直都是這樣 我覺得沒有對到話 但我們就是還原事實而已 那如果大家有在現場聽 其實我是還原當年的事實實實在簡單 我們三個人一起簽到華妍 所以也簽了合約 但是事後他因為自己有自己的發展 他拋棄了我們跟華妍唱片 我們也都同意他了 對 那他離開以後呢 去來廣告我們的誤告 所以我們也覺得莫名其妙 那好險因為這個 底級鑑定 科學鑑定都已經出來 是他本人親簽的 所以也幫我們親簽了 所以老師這邊有人會告到底嗎 我剛才已經解釋過了 現在不是我告他 原誤告罪是公訴罪 是公訴罪 現在是國家 檢察官是原告 對 是檢察官告他了 那我們是正義的身份 好 謝謝大家 辛苦了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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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民